华一唐德华策等影视谷全线暴跌,崔永元致献称阴阳合同与范冰冰无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日,崔永元炮空范冰冰事件在网络上受到广泛关注,直至目前为止,国家税务局以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展开调查核实,并将矛头指向了影视行业高收入者。 最新的进展是,昨晚崔永元接受某媒体采访中表示,四天六千万合同并非只范冰冰,而是另有团队,此团队和电影手机相关。涉案金额也远超目前曝光金额的十倍以上。 而首千连的影视股今日开盘大跌,华裔兄弟接近跌停,唐德影视跌于8%,华策影视跌于5%,另外其他影视股如光线传媒也跌于9%。 街舞明星通过阴阳合同来偷税漏税的内幕,显然是此次事件中的舆论引爆点。 崔永元微博爆料,掀起舆论风波。 事件起因于5月28日,APP崔永元微博发布你不用表演,你是真烂,之后又曝光某明星利用阴阳合同,大小合同,来约定片酬。 在公众眼里,此矛头直指范冰冰。 APP范冰冰工作室回应,崔永元公开泄密合同违背商业原则,公开侮辱范冰冰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之前的舆论主要聚焦于崔永元与冰小刚和刘振云个人恩怨,明星天假片酬,崔永元抑郁症等等问题上。 但是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舆论出现了转向。 6月2日,at崔永元继续在微博爆料,我家禅使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阴阳合同。 小的是演出200万,大的是策划兼致748万加90万,再拿一码贷现金。 这还不算一线的。我家禅使官说,好像有个法律管这事。 老有人通知我家禅使官小心安全,我也没夺好。 自此舆论一片哗然,网友纷纷不再充当吃瓜群众,而是要求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以求真相。 昨日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则无期地税局介入调查。 利用阴阳合同逃税,涉及法律。 目前整个事件的舆论焦点主要是借用阴阳合同、大小合同、逃税的娱乐圈内幕是否为真。 从崔永元的微博曝光来看,阴阳合同、大小合同,是主要着重点。 那么阴阳合同、大小合同,是什么呢? 百度百科对其定义为,阴阳合同、大小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定立两份以上且内容不相同的合同。 一份对内,一份对外,其中对外的一份并不是双方真实一丝表示,而是以逃避国家税收等为目的,对内的一份则是双方真实一丝表示,可以是书面或口头。 崔永元甚至开门见山地说,自己还有一抽体这样的合同。 如果所说为真,那利用阴阳合同来偷税漏税已经成为娱乐圈深谙的规则。 娱乐圈明星偷税漏税现象屡见不鲜。 之前刘晓庆、毛阿敏等明星都曾经因偷税漏税受到处罚。 事态遇见严峻,国家税务总局给予高度重视,并且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调查核实有关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这说影崔永元炮空明星片酱和逃税仪是不知是人们卡于饭后的谈资,也不是平常的娱乐八卦。 她已经进入法律层面,成为了一个全民关心的问题。 范冰冰冰为播影视剧遭牵连。 据笔者统计,目前官方宣布范冰冰为主创人员之一的微播影视剧共有六部。 分别为《八卦》、《他杀》、《绝技2》、《首期2》、《355》以及特邀出演的电影《大轰炸》。 一旦在此次事件中范冰冰有闪失,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可能会受到牵连,能否按时上映还是未知数。 即将于7月6日上映的《绝技2》,范冰冰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鬼山连拳》。 范冰冰冰扮演女主角八卿的《八卿传》,在经历了幻剧名、原名、迎天下、高云详性新风波后,又投入近千万找李晨补拍。 补拍刚刚杀青,又遇上阴阳合同,可谓命途多传。 而崔永元炮轰冯小刚、范冰冰等人的源头首期二中,毕竟范冰冰饰演女主五月,并且已经开拍。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手机二的制作方华裔兄弟的股价或受到影响,而与范冰冰在股份上绑定,并与其合作成立公司并作为八卿转出品方的唐德影视受到影响最大。 另上市公司华测影视的股价或许会受到波及。 据此前媒体分析,阴阳合同疑似为华测影视制作的综艺挑战者联盟。 此外,由烈日酌心导演曹宝萍打造的酌心系列电影《她杀》中,范冰冰担任女一号饰演刘美,电影《刚刚杀星不久》。 在《X战警》Simon Kingberg,西蒙金贝格,导演的新片《355》中,范冰冰也担任重要角色,卫武大特工之一。 除上述影视剧之外,范冰冰客串女校长叶佩玄的电影《大轰炸》同样面临躺枪的风险。 若讨税内幕属时,涉事明星们会怎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7-201条明确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应纳税额30%以上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且在刑法修正案,7-201,中加入了初次违法免罪规定,即规定行为人经顺武机关依法下达追缴统之后,不缴应纳税款,缴纳至纳金,以受行政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娱乐明星也是我国的合法公民,而且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为普通公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因此他们必须遵纪守法,依法纳税,这不仅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可以预见的是,在此次舆论发酵过程中,我国国家税务局则令各地机关调查和实施,调查范围不单单是范冰冰一个人,或许将扩散到影视行业的许多高收入从业人员,而高收入人员的重点就是大牌演员和导演。 也许此次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借此治理,整顿整个娱乐圈行业的偷税漏税现象,营造一个健康规范的行业环境,才是最后的终点。